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从面向角度分析 鼻子是如何影响人生运势的 什么样的鼻子天生好命 什么样的鼻子命苦呢 接下来大佬给大家具体分析一下 有个建议 大家可以结合鼻子的不同部位来看 一般情况下 可以透过山根 鼻梁 鼻准 鼻翼 这四个部位来了解一个人的命运情况 一 山根 山根位于鼻梁顶端 山根高的人事业心强 也有很强的赚钱欲望 恨不得一夜暴富 但往往欲速则不达 假如踏实的发展事业 一步一个脚印地走 可获得好的事业 也会赚取很多钱财 与山根高的人正好相反 山根低的人 在赚钱上比较实际 只要够用就行 并不会有太多的奢望 往往此类人更能生活的幸福 二 鼻梁 鼻梁在面向中又叫极恶功 主导一个人的吉凶祸福 要看这个人一生命运如何 就要看这个人的极恶功了 好的鼻梁要高度适宜 挺直不弯 且直通山根 这样的人往往事业和财运都很好 只要通过努力 便能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 同时也会赚取很多的财富 属于事业财运双丰收的类型 鼻梁过高或是过低的人 命运都不是很好 鼻梁过高的人 往往心中充满理想 有些不切实际 喜欢赚快钱 向往一夜暴富 但往往沦为空想 难以成为有钱之人 鼻梁过低的人 则往往胸无大志 自信心不足 只求温饱 事业上难有大的发展 如果鼻梁上面出现恶痣或疤痕 说明这个人不仅运势不好 而且一生多劳累 并且身体状况也不是太好 鼻梁凹凸不平的人 生活中容易遇到阻力 财运起伏不定 时好时坏 虽然赚的钱也不少 但开销也多 很难存得住钱 3. 鼻准 鼻头在面向中被称为准头 也被称作财帛宫 好的鼻准要丰满圆润 无痕无智 气色黄明 主人一生财运亨通 做事实际而踏实 有较强的赚钱能力 能通过自己的智慧赚取很多的财富 假如鼻准处出现恶痣或者是凹陷 则预示其人财运较差 一生损耗 会被人骗钱 骗投资 越积蓄越损耗 4. 鼻翼 鼻翼在面向中又称左右金甲 或者蓝台庭位 一个人的鼻翼要是饱满丰厚 这样的鼻翼才算是最佳的鼻翼 鼻翼后的人善于积蓄藏小金库 鼻翼薄的人不善理财 鼻翼有质的人一定会破财 尤其是行运至49岁50岁时 会严重损财 假如鼻孔过大而鼻翼过薄的话 其人财运差 存不住钱 常常有出无尽或是入不敷出 2. 什么样的鼻子天生好命 1. 山根高 鼻梁生得挺直有肉 山根比一般人都高龙 气势纵贯尚额 这种鼻称为贯顶鼻 又名福西鼻 有这种鼻子的人 对钱财的欲望比较强烈 对理财认真执着 事业上努力拼搏 不但能大富还会大贵 2. 鼻翼丰满有肉 鼻翼丰满有肉的人 财运比较好 很会赚钱 他们既有欲也有财 虽然理财能力比较差 但是财源滚滚 不愁缺钱 衣食无忧 3. 准头圆润有肉 鼻子的准头可以观察 一个人的尽财多寡 如果枕头比较厚 圆润有肉 那大多数是有财运的 很多有钱人的鼻子 都有这个特点 鼻头有肉感 很富贵的感觉 4. 鼻梁厚实挺直 鼻梁生得既正又高 厚实挺直 称为结筒鼻 属上等号鼻子 由此鼻相者 可谓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正财偏财运皆是上家 女人若长紫鼻 桃花也非常旺盛 5. 希腊鼻 希腊鼻是比较完美的鼻型 希腊鼻的特点是鼻梁比较高 鼻头微微上翘 这样鼻型的人做事认真 不畏困难 坚持到底的精神 并且性格开朗 能把心里的事情与朋友分享 没有私见 且能够忍辱负重 这样鼻型的人 因为努力乐观而能够发财 6. 英鼻 英鼻的外形生得非常特殊 鼻梁高 鼻准又大又高 就像老鹰一样 这样的人很有先见之明 对生意的触角特别敏锐 很懂得赚钱 而且手段高明 不管遇到什么突发事件 环境变迁 都可以屹立不倒 有旺盛的生命力 来适应环境 只是其人性格强势 支配欲十分强烈 喜欢控制一切事物 因而他的行为 也会倾向于 自私自利的一面 7. 玄胆鼻 玄胆鼻的特征是 鼻头生得很风龙圆大 山根略窄 活像一个悬吊者的猪胆一样 因此也有人 叫这种鼻子为猪胆鼻 这是一种富贵之下 其人多数先贫后富 先苦后甜 踏入中年运 便会发迹 开始积聚财富 8. 见风鼻 鼻梁饼长 鼻头尖锐 生有此鼻向者 对财富渴望过甚 生活奔波劳碌 很会赚钱 女人若长此鼻 容易花钱无度 无法累积财富 男人长有此鼻 很容易或偏财 赌博 3. 什么样的鼻子命苦 1. 枕头尖小 鼻子枕头生得比较小或尖 此类人的财运相对比较弱 待人处事 在财物上面也不够宽厚 有相对比较精明的现象 如果鼻子又是路孔的话 那大多是财运比较低迷 或者是过路财神 难有大财 2. 孤峰独总 鼻子的大小要与脸型大小五官互相配合 如犬低 面小 额平 夹湿 而鼻非常丰隆的话 古书中称之为孤峰独总 这种人不论男女 非但不能聚才 且有破败之语 尤其以男性上唇无虎者 更是灵验 3. 鼻子过于短小 鼻子与脸型相比之下过于短小者 表示此人在事业方面难有前途 财难入库 劳多或少 如要自行创业 则如扶不起之阿斗 毅然破败百出 赔钱又惹祸 4. 鼻小孔大 如鼻子小而鼻孔大 或者鼻翼很明显的一大一小 表示这人的情感理智和理财观念有问题 容易一级用事 一生破败少成 难具钱财 5. 鼻孔朝天 鼻孔外露且鼻梁短 称为朝天鼻 此类鼻相的人一般财运都不佳 聚财能力较差 财运大起大落 且容易因健康问题而破财 6. 鼻梁弯曲 鼻梁弯曲不正 或者是鼻翼不对称 一边大一边小 这类人财运不佳 视野会有大的波动 为了追求钱财苦苦坚持 一生为钱财奔波 7. 箭头笔 鼻尖下垂 鼻子显大 脸也显得长 自种鼻者财运上有一定的破损情况 容易在赚钱的过程中 因吃不了苦或者没有耐心 情绪急躁下工作 无法做到有始有终 从而损了自己的财运 8. 鼻头鼻翼有遏制或雀斑 这都是破财之项 事业有影响 鲜有横财运 特别是一番陶姐 财运与感情上都不太如意 鼻子是财博功 财是养命之物 故而鼻子的好坏和运势修其相关 然而也并非这么绝对 鼻子仅代表富 却未必代表贵 通俗意义来讲 富就是有钱 贵就是地位 古代人常说 小富看鼻 大贵看眼 眼部在过去是科明星 主社会地位 而鼻子是主积蓄能力 经常会听到有人说 某人鼻子大好有钱 这个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 鼻大仅代表固执自我 假如再配合上全饱满 鼻梁坚挺 而且颜色黄润 才能断为有钱 假如鼻子大 然而山根低 两全无肉 那就是孤风毒走 不但不负 反而贫寒 假如鼻子大 脸大而有肉 眼睛小而有神 下巴翘 则是大腹的面相 假如鼻子大 眼睛大而无神 那么即使有钱 也会被人骗走 所以 面部任何一个部位 结合起来 断语都不会一样 希望读者能明白 相不独论的道理 认真记牢 每个部位的特征 学会综合判定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